好 接下來就輪到Nokia 今年MWC最強之作就是E75 我就請到Nokia的代表來為大家介紹一下這部機 這部就是一部E75 其實主要是一部我們叫做Business Type Business Type的email device 這部機的email整體是很薄 其實一個厚度只不過是有14.4mm厚 那本身這部機也可以除了是否用來email之餘 其實都不是的 亦都可以跟回可以聽音樂、聽音樂 我們可以跟回一個3.5mm的HZ-Jack 那除此之外本身這部機也有一個Wi-Fi 變線 那速度方面亦都可以跟回我們現在最適應的HSTB 也有3.6的速度 那打開部機其實如果不打開部機看 你不會發覺到有部機 其實本身這部機也有一個Keyboard 那推開之後你會看到有一個Full的Quarter Keyboard 亦都可以支援一個倉結的輸入法 那有一個倉結的碼就已經印在機上了 所以看回大家這部機也很薄 對了 剛才我拿過其實這部機也有少少聚手 其實是否用了什麼特別的金屬物料去做 其實這部機主要是用了一個 用來不守鋼的機身物料 所以即使跌桌地下也不會很容易弄爛 我們本身這部機也做了很多測試 明白明白 其實都知道這部機有一個所謂的Mail for Exchange 那個新功能 其實Alan可不可以介紹一下這個功能 Mail for Exchange 就是其中一個我們叫Enterprise 比較Enterprise一點的E-mail solution 其實這部機和我們之前的機最大不同 就是它會跟著一個新的E-mail client 而這個E-mail client 就會很直接可以 所以Hand user已經可以用得到 就好像我現在這部機 我已經有些E-mail已經收發了 其實那個介面和之前的E-mail介面有些不同 就是for example 我未打開那個E-mail 其實已經可以看到那個E-mail 大概那個body 第一行會說什麼 除此之外 當於我本身那個E-mail有attachment 我亦都不需要打開那個attachment 我已經可以看到大概那個attachment 是多大 好處就是說 我當時在旅行的時候 我未必想直接打開那個E-mail 立即做download 因為可能我的收費會很貴的 我一看到這些大小的大小 我可以決定究竟我打開還是不打開 甚至我說 當於一些很重要的E-mail 我不想立即打開來看 可能有privacy的issue 那是不是說不能回覆那個E-mail 不是的 簡單來說就是 你看到這個箭墜 總之 你見到這個箭墜向右 就是說我向右一按 就會有很多不同 尋對於回覆 全部回覆 全部回覆 forward 給人 這些這樣的動作 亦都可以做到的 OK 那當然我打開了一個E-mail 我打開了一個E-mail之後 你會見到其實 那個E-mail就會顯示 可以看到整個E-mail的內容 首先有一個很特別之處 就是這個E-mail 亦都可以 這個E-mail client 可以支援一個HTML的E-mail 簡單來說 但是呢 它一開始的時候 就會先給你一個 taps-based的E-mail 好處就是 我旅行的時候 未必想收一些很大的file 因為如果HTML 可能會有很多圖 和聲音 就會令到我的收費 就會很高 就會提供一個option 給人家 就說 我先看那個taps 因為主要人們看E-mail 都是看那個taps 就可以提供一個option 就說 我先決定究竟 看不看這個HTML的E-mail 另一個特別之處 就是 這部機器 也會一路看E-mail的時候 看到一些號碼 它會很聰明地去 去 predict 究竟這個號碼 是什麼 當然很常用的號碼 很多時候都會在電話號碼 那是為什麼 它就會先 highlight 看到這個箭咀 按一按右邊 就會有一個option 讓你選擇 如果是一個電話號碼 你可以打給對方 又或者將這個號碼 save 給你的phonebook 裡面 甚至可以用這個號碼 當作一個 發一個短訊 也可以 而這個遠端走沉 主要就是 當作你的save for你公司的E-mail server 是可以 support 一些 directly searching 也都可以 即時可以找回 這個號碼 是什麼 即是說類似的 就是一些 exchange server 沒錯 其實Mail for exchange 主要是 Mail enterprise 交易 即是商務用的E-mail 我想問剛才你說的數字 是否單純數字 還是其實它 如果譬如它顯示 E-mail裡面 有一個E-mail address 它其實都可以 直接我按那個字 可以傳E-mail 去另外一個E-mail address 沒錯 沒錯 它說像現在這個 這個E-mail 我發給 這個E-mail 我發給 以下這三個人 其實它可以 看得到 這三個人的E-mail address 如果它很聰明 也會 highlight 選擇之後 也可以選擇 究竟你想做什麼 嗯 明白明白